佛山抗议上河图画卷长1.37米宽75厘米 图上有超过340名人物 以及15座佛山地标 整体风格仿照清明上河图的表现手法 小到趴在桌上休息的医护人员 拿着喇叭维持秩序的警察 身穿红色马甲的志愿者 戴着口罩排队等待核酸检测的市民 甚至是媒体记者 大道平州玉琪街 祖庙 岭南明珠体育馆等佛山地标建筑 全部都画的是活灵活血 画卷是佛山市90后的美术工作者陈志杰 花5天的时间创作完成 他说自己在这次的全员核酸检测中 见到医护人员昼夜不停 市民积极配合的场面大受甚汗 所以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这段城市的感动 我是通过他们这个黄埔玻璃镜 我是能够清晰地看到他脸上 是刮着很大很大的汗珠 然后甚至他在这个过程之中 都没有水都没有喝过 因为他们要脱下来太麻烦了 他们为我们付出那么多 我就应该是把他们记录下来 让更多人知道 大家更积极地去配合这个事情 这里面大概是340个人 我是每一个都佩戴着口罩 然后我就想通过这张画 就是除了传达对医务人员的一个敬佩咨询之后 主要的还是让我们市民要提高这个防控疫情的一个防防意识 陈志杰曾在广州读书毕业后在佛山工作 对这两座城市都有很深的感情 接下来他还计划创作一幅广州版的抗疫上河图 当中包括有立万公园 珠江新城广州塔等地标 最后会与现在创作完的佛山版一起 连成一幅广州佛山同城抗疫图 因为我是打算用这个东瓶河跟广州这个租间 然后把它连接起来变成一张画 合并在一起 就是完成这个广佛同城这一个理念 对这一张画广州这一张画广州